天劫怎么劈叉了 九语师那带着几分怯弱的嗓音响起 因天劫出现异变 而安静下来的杜仙门仲仙 顿时回过神来 那朵小小的灰云 已飞到李长寿头顶 这灰云看似普通 但只要炼气是试图以仙石探查 都会感受到一股灵炼 强大又晦涩难明的道运 天乏 江灵最先反应了过来 灵鹅渡截怎么会有天乏去找长寿 一旦激起千层浪 原本躲在护山大阵内 或是在山门之外的众多渡仙门练气时 此时意论纷纷 天乏这般传说中的存在 令他们感觉十分稀奇 人族此时气运昌龙 为天地主角 受天道庇护 遭天乏的可能性本就十分微弱 今日 小穷风先苗灵鹅渡截 却有天乏 直接找上了小穷风原先李长寿 这对师兄妹之间的关系 多少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空虚掌门既无忧 副手而立 陈寅几声 想开口为李长寿解释几句 但他 实在编不下去了 可不管如何 既无忧都不能让李长寿出事 立刻朗声喊道 长寿 此乃天乏 我来助你 掌门请不必担心 李长寿转身做了的道医 如此答了声 没办法 自己此时遭受的天乏强度 掌门可是万万承受不来 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 论 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 度过天乏 且不会暴露自己太多底牌 当这个命题摆在李长寿眼前时 他本身是拒绝的 但天道老爷置工无私 按规则办事 不会跟他讨价还价 那几乎能毁灭一切的天乏神雷 在空中酝酿 天威牢牢锁定在他身上 确认过眼神 是拒绝不了的雷 可 这次为什么 怎么也该给他一个理由吧 记得那是在成仙节 第一次与天乏碰面 当时的天乏很青涩 来得快 去得快 那次因为自己蒙蔽天机 李长寿认了 金仙节 十二道天乏轮着批 这个主要是因自己斩到九次 晃了天节九次 李长寿也认了 创造金仙禁止道人 九道天乏一阵乱批 李长寿后来也想明白了 这有可能是在警告自己 别去搞什么一颗 金丹吞入腹的修道体系 所以 李长寿勉强也是接受了 但今天 唯独今天 他在天道认可的前提下 总结前人杜节经验 利用太清单道 帮师妹做了一点点万全的杜节 准备罢了 凭什么IP 为什么被罚 怎么就 且慢 李长寿眨眨眼 突然看向了灵娥 此时 灵娥也在看着这边 她的眼底满是错愕和紧张 而在灵娥身后 一本书册的虚影缓缓飘浮 以越发凝实 其上的吻字越发清晰 莫非是因为这个 李长寿嘴角抖了几下 很快 又认了 灰云之上 天乏之力即将斩落 后方杜仙门仲仙 以及杜节的灵娥 此时目光都落在了自己身上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扛吧 还好因为被天罚批的次数多了 李长寿已经建立起了野外遭遇天罚紧急应对举措 在面对天罚 心底多了几分底气 九病成一 今日之李长寿 已是能区分天罚式承戒性天罚 还是灭杀式天罚 自己承受的天罚 自然都是承戒类 不然人早就没了 根据天罚之力的波动频率 灰云蕴含的天罚之力总量进行判断 这次应该也是这般 天罚不等人 此时酝酿的差不多 已是要落下 李长寿左袖口张开 突然飞出一颗血红色的宝石 这宝石朝着远处击尸而去 转眼飞出数百里 那片灰云无声无息的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时 刚好是在那颗宝石的正上方 落下了一道水桶粗细的紫红神类 天地失色 风静云直 那颗宝石直接砸入下方山川 那座大山轰然崩碎 杜仙门仲仙齐齐变了面色 还好门内喜欢西凉记者不多 不然场面定然十分壮观 灵鹅想到了什么 满是紧张地注视着 数百里外那崩碎的高山 却是连自己的天结 都有些顾不上了 师兄 专心肚结 李长寿的传声 再次钻入他耳中 依然十分淡定 灵鹅下意识看向了身后无理处 师兄的身影 此地站着的 自然是李长寿的指导人 刚才被扔出去的 就是李长寿本体师长画形术后 躲藏的小河 把自己本体躲在指导人身上 而后指导人外出 为自己师妹加油助威 这也相当于是本体亲自前来 爸 刚挨了一击天罚的李长寿继续传声 不必担心 这般天罚 我已扛过了不少次 你快些成仙就是 灵鹅赶紧答应一声 随之便一阵感动 虽然不知道具体为什么 但师兄都是为了我 轰轰轰 灵鹅头顶倒到雷般闪耀 那百里直径的巨大节云 缓缓压下 千里范围内的灵气迅速沸腾 一池湛蓝色神雷自节云中 如珠帘 四瀑布 直落于灵鹅头顶 灵鹅面容肃木 背后那书册之影越发清晰 她先手弄云 快若幻影 根据雷节之力 调运了足够的法力 凝成了三道法力屏障 挡在自身头顶 雷光落下 阴暗的天地被照得透亮 也将渡仙门重线的注意力 拉了回来 奇缘老道师生道 这 这是灵鹅第一道雷节 九雷天节 是传闻中的九雷天节 我渡仙门莫非又要出一位金线 但凡能度过九重天节的 那都是长生之姿 江里儿掐腰大笑 我徒孙有金线之姿呀 与此同时 远在一千五百里之外 第二道紫红色神雷杂落 不过能看到 这道天伐神雷的 已只有天仙境之上的仙人 李长寿躲藏在地底 一边硬抗天伐 一边关注着灵鹅的天节 顺便还将仙石尽量远地扩散开来 提防天伐引来什么高手 对自己造成哪般威胁 师妹这天节度的 她得做师兄的 当真是累 渡仙门山门处 灵鹅硬抗第一道天节后 安然无恙 道区已有了第一缕仙灵气息 而她按师兄所叮嘱的那般 将这一缕仙灵气息纳入体内 直接护在心脉周遭 迅速将其融入法力之中 成仙节总体较为急促 毕竟一后天生灵成仙 对天地而言算不上什么大事 第二道 第三道天节接连落下 每次都是雷池轻浮 天雷如铺 灵鹅应对自如 且早早吞下了持续恢复 自身法力的丹药 保持法力充盈 师兄给她这么多灵丹 并不是让她省着过日子的 该用就用 成仙才是一切的开始 一切的基础 而此时 某个小穷风弟子 已是顿出了三千多里 默默地迎接第三道天法 山门前 掌门记无忧 飞到了李长寿的指导人身旁 传声问道 长寿 没事吧 李长寿虽然心在低血 身在剧痛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了个道医 传声回道 谢掌门关爱 弟子无事 只不过 可否请掌门帮弟子遮掩下天法之事 因一些不能开口的原因 弟子不能暴露人教之内的其他身份 还请掌门成全 既无忧不由露出几分会心的微笑 温声道 你尽管放心 频道都明白的 说吧 如何配合你 李长寿不动声色的传声言说几句 说话时还扛了第四道天法 只道人都忍不住哆嗦了下 伤是没多大伤 但疼是真的疼 少请 既无忧咳了几声 淡定的嗓音传遍各处 长寿啊 频道给你的那块巫族血破宝石 是让你琢磨正法之道 今日那血破石惹来天法 还自行飞走 你该当何罪 李长寿连忙低头认错 弟子请掌门责罚 嗯 罚你停月宫三十年 待你师妹渡劫之后 在小穷风闭门三十年 你可服气 弟子弄丢宝物 甘愿领罚 当下 既无忧点点头 继续站在李长寿身前 注视着荒山上渡劫的灵鹅 而李长寿此时也松了口气 本体看了眼灰云 灰云似乎也在中场休息 还好这次天法 并不算太狠 扛了四道天法 李长寿受伤不算太重 此时也终于有机会 能补上那局 弟子甘愿领受责罚 谢天到老爷百忙之中 赶来训诫 心底顿时安稳了许多 随之 李长寿低头看了眼 浑身焦黑的道区 用先例将自身伤势封住 抬手吞下了一把丹药 施起风盾 身形赶去百里之外 继续承接天法 第五道天法 姗姗来迟 威力与前四道相差不多 李长寿硬抗了下来 迅速为自己疗伤的同时 还不忘观察师妹那边的动静 不在师妹身旁 及时提醒她吃丹药 用法术的顺序 她始终觉得有些不稳 万幸 虽然意外被天到老爷又关怀了一顿 李长寿心底有些郁闷 但灵娥度天节时的情形 都在她推算之内 甚至 每一道天节落下 灵娥能留几成几的法力 都与李长寿预估的相差不多 这 就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师妹啊 灵娥的第七道天节 白中掺子的神雷 移平了下方荒山 灵娥额头 尖头浸出鲜血 浑身衣裙也有些破碎 而灵娥游自分了一部分法力 将自己浑身包裹的密布透风 她那双庙目 透露出从未有过的坚定 虽然不知是因 除了师兄不能被其他人看到 还是因 我一定要杜劫成仙 快乐无边 但这 都是信念 第八道天节落下 灵娥也不可避免有了伤势 但几颗三品 四品疗伤灵丹服下 伤势顿时被镇压 总的来说 无惊无险 但当漫天节云向内塌陷 显化出九到百丈高的仙子异象 刚扛过了第七道天罚的李长寿 也是有些提心 这天罚 应该还有最后一道 天罚之力的量 已经不多了 而师妹的最后一道天节 威力却是有些出乎李长寿意料的 不强 难不成 是因天道老爷为了劈他 临时分走了一部分天道之力 化作了天罚 以至于让灵鹅的天节威力减弱了少许 不管如何 这自然是好事 此时灵鹅道区已有八成化作了仙区 按这般推算 最后一道劫雷过后 他仙姬定能圆满无缺 空中 那身形模糊的九位仙子高举双手 一颗直径超过百丈的紫色雷球迅速凝成 雷球下压 那九位仙子的异象自上而下崩碎 化作了漫天碎云 不过转眼 这宛若要将大地击沉的雷节 对灵鹅悍然杂落 渡仙门内 不知有多少门人弟子平住呼吸 刚刚渡过天节不久的众弟子 更是额头发麻 发出了各种赞叹 天节威力越强 成仙后的潜力也就越高 而灵鹅的天节这般凶险 他也有很大把握渡过去了 那句惊仙之姿 那生仙苗 当之无愧 师兄 面对着上空雷球的蓝灵鹅 突然回头看了眼 虽然盈盈感觉到 此地的师兄是指道人 但依然按捺不住心底的那份冲动 他知师兄不喜张扬 故用风宇宙传声之法 在李长寿尔中 留下了一句轻柔的话语 随后 灵鹅转身面对着天空中落下的雷节 曼妙窈窕的身影 自荒山上空一跃而起 青丝乱舞 裙摆飞扬 速手直剑 直斩雷光 静直冲入雷节中 爆发出了浑身法力 师兄 我一定会做你的道理 三千多里外 一处深坑中 李长寿躺在坑底 浑身焦黑如炭 张嘴吐出一口血气 杜节就杜节 没事扇什么情 还敢玩硬闯雷节耍帅的桥段 山上的石板 应该不够 你先生写写擦擦了 默默地呼了口气 李长寿先例快速恢复 施展土盾 身形直接在坑底消失不见 他刚要赶回渡仙门 回小穷风中安稳疗伤 但刚断了几百里 李长寿突然轻移了一声 先师捕捉到 离着自己 也就两千多里的东南方向 有只黑色的豹子 驮着一名少女 在林中不断急驰 这黑豹 莫名的 李长寿心底 泛起一缕玄妙之感 不过 他本体此时受伤 绝不会轻举妄动 只是随手撒了个 惊仙镜的指导人过去 想看这两名 实力不强的妖族 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而这黑豹 为何给自己一种 说不出的熟悉感